大家好,我是Janice,是来自听力专家的听力学家 上一期呢,我们谈了如何把Fornet Marvel系列的助听器 配对到手机来接电话,看视频等等 那这一期呢,让我们来聊聊如何把它配对到应用程序来遥控助听器 跟之前一样,我们需要手机 有电的助听器 最好是用一个新的电池 又或者如果你用的助听器是充电室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充电盒 如果你在这里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 我们有更详细的解答 那在手机上呢,我们要确保蓝牙已经是打开 那我们要去Google Play Store 这里,下载 MyFornet Apps 安装 安装 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退出 按下载 MyFornet 重启您的助听器 跟之前的一样,我们必须要把电池的门开起来 再关回去,又或者是,如果你用的耳机是充电师的话 把它放进充电盒里面 如果你是用两架助听器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等到R Right Side 右边还有L Left Side两架出现了之后 才按选择 这里要稍微等一下 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再按重拭 然后我们的助听器再重新启动多一次 两架出现了之后呢,按继续 这时候配对就完成了 我们按继续 它会出现一些说明,教你如何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阅读了之后,按下一步 下一步 关闭 当你看到这里有圆圈 还有下面有蓝色的字幕的时候 助听器它正在尝试连接去手机 所以这时候稍微等一下 连接好了之后,圆圈就消失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助听器了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回去设置蓝牙那里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在已配对的设置中 会有多两个 L1 Right Left Phonet Hearing Aid 这两个Hearing Aid是代表应用程序的连接 而第一个呢,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教大家的声音传送的连接 同样的,如果你的助听器刚从修理中心回来的话 我们可能必须要重新配对过 重新配对的时候,我们要先把旧的配对给删除掉 在刚才这个页面里面 这两个连接我们必须要删除掉 取消配对 这个也一样 取消配对 然后我们再回去应用程序那里 我们按右上角的三条线 我的助听器 然后 忘记设备 是的,忘记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新的配对了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配对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留言还是联络我们 谢谢观看